男生我觉得我跟你对话的时候 特别像跟一个青春期 十三四岁的男孩的一个对话 他是带有攻击性的 还不是平稳 他是完全一个陷入在一个 自我保护的交流状态里 防御带攻击的 所以你发现谈恋爱的时候差点意思 这个要改啊 好好学会跟人沟通 女生这也挺奇怪的 其实你发现了 不是那个人就应该走吗 就是既然你要跟他谈恋爱 你要尊重他 这小子不行 你踹了他可以 但是你不能伤害他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聊天之伴 你已经有明确的恋爱对象 不可以这样 听明白了啊 咱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虽然我不会说话 但是我觉得我对你所做的 还有我给你买的东西 还有让别人帮我追你 我觉得都是我心意的体现 我得不到你 我就要让别人帮我来得到你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而已 你应该看到我的心意 而不是辜负他 或者是选择无视 我知道我有错 老实说的对 表达方面有问题 我需要去改正 去学习 去提高他 但是我希望能更多地给我理解 给我时间 让我有充足的这个准备 去改变他 叫一次针 刚才你有一个不是表达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让别人去追你 我送你东西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的 我没错 不择手段地 让一个女人爱上自己 你觉得这对吗 谢谢狼卫清辉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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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